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今天这期视频我将为大家介绍企业级生成式AI应用的构建 我们会用到AWS服务所提供的强大文档数据处理能力 在AWS的加持下,生成式AI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将得到显著的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约模型正在改变开发人员和企业 解决传统上与自然语言处理和理解相关的复杂挑战方式 大约模型能够为客户服务应用创建更有能力和引人入胜的对话型人工智能体验 通过更直观和准确的回答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为了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生成式应用的响应限制为私有数据 那我们需要使用一种称为检索增强生成 也就是RAG的技术 使用RAG的方式的应用呢 从企业数据库或知识库或内容中 检索与用户请求最相关的信息 用集与用户请求来构建提示词 然后再发送给大约模型以获得响应 模型在输入提示的最大字数方面存在限制 因此呢 企业的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文档中 如何选择合适的段落 直接影响了大约模型的准确性 那么在过去我们的学习中 我们所熟悉的文档聊天机器人 这么一个产品形态 正是RAG范畴 它的搭建需要用到向量数据库 像ChromaDB PineCone 需要Embedding API 以及大模型 比如OpenAI的DaVinci或GPT模型 随着AWS进入这个市场 那现在我想不再需要去操心这些服务的运维了 我们也不再需要完成繁琐的文档处理操作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分享基于AWS Kendra的企业级RG产品搭建方案 这将是高性能高可靠高安全性的企业级解决方案 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企业级服务市场 好消息是 不论我们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大区 都是可以使用AWS的产品服务的 关于如何访问和订阅呢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来查看详情 同时AWS也提供了大量的免费使用时长和试用服务 以供我们在产品使用初期能够有较低的成本 进行服务的测试和体验 这里呢 我就打开了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亚马逊云服务提供了非常不错的免费体验 在海外和中国区域分别有不同品种的云产品或服务 供我们使用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来到这个页面 来到免费套餐详细信息部分 查看具体每个产品它的免费套餐情况 包括的EC2 S3 RDS等等 都有非常不错的免费套餐可供我们使用 其中今天我们会用到的呢 是叫Kandra的这么一个由机器学习提供支持的智能搜索服务 它是有750个小时 30天750个小时免费试用 也非常实用 完全足够我们来验证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刚才我们介绍了什么是RG 那么在设计一个有效的RG时 内容检索是关键 它用来确保大约墨性从企业内容中 获取最相关的上下文信息 来生成准确的响应 Amazon Kendra 基于机器学习的高精度智能搜索 能够在这种应用场景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Kandra是一个完全托管的服务 开箱即用 基于文档和段落提供语义搜索 我们可以使用Kandra中的高精度搜索 来获取最相关的内容和文档 产生比传统的或基于关键字搜索 更好的大约模型响应 这也正是我们在过去学习中 反复实践构建过的 基于知识库 基于文档的聊天机器人 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Amazon Kendra 提供了易于使用的深度学习搜索模型 我们不需要机器学习非常专业的知识 也不需要再去处理embedding 不需要做文档的分块 和其他较低层次的业务逻辑 同时Kandra还提供了为RG用力设计的检索API 通过API可以检索相关的段落文本数据 Kandra还配有预构建的连接器 Kandra支持Amazon S3 也支持SharePoint Confluence和网站 它还支持PDF,HTML,Word,PowerPoint,Excel 当然了 它还肯定能够支持纯文本文件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利用Kandra 来检索多种不同数据源 实现智能的搜索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基于Amazon Kendra的基础上构建的 生成式AI应用 从用户到模型 它端到端的数据流是什么样的 当用户使用这种生成式AI应用时 它会首先提出自己的问题 问题交付给AI应用 AI应用会基于用户的问题 向Amazon Kendra发出请求 搜索相关的数据或内容 Kandra返回相关内容 生成式应用会基于用户的提问 和Kandra所返回的相关数据 构建提示词 发送给大原模型 大原模型基于这个提示词 来返回简洁高质量的响应 这个响应会由生成式AI 最终返回给用户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数据会存储 检索在Amazon Kendra 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维护 一个索引数据库 或向量数据库 后面我们在应用构建 或索引构建实例中也会看到 在这里我们不再需要去 操心embedding 不需要去做文档的分片 不需要对文档再去做相量化 做存储 一切交给Amazon Kendra 交给AWS就可以了 因此在整个应用的构建中 我们的开发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我们今天进入 基于Kendra应用构建的分享前 首先需要玩的AWS订阅 那我们来看看如何完成订阅 如何进行一些必要的配置 当我们在官方网站完成了 注册登录后 需要进入控制台 进入控制台后 非常重要的一步操作 是配置自己的支付方式 大家来到自己右上角 点击账号以后 可以来到Bidding Dashboard 账单这里 在这里呢 有一个在左边菜单 这里有个Preference 参数这里呢 支付方式 Payment Preference 在这里大家需要配置 自己的账单地址 和一个有效的支付方式 完成配置以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AWS Kendra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Kendra 所有你的构建 这一步操作 我们会在AWS的控制台完成 在前往控制台之前呢 我们在这里会分享一个 Github代码仓库 这个是AWS Samples AWS的示例 其中就有一个完整的 Amazon Kendra Launch Extensions 我们的分享呢 也是基于这个示例 它为我们演示 如何使用Amazon的Kendra服务 基于Lancher和OpenA的模型 实现 基于知识库的问答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 Retriever Samples目录 如果我们打开 会看到这里面 有一系列Python脚本 和一些YAML文件 比如Kendra Docs Index YAML 这个YAML 正是我们可以使用 帮助我们在AWS控制台 完成索引构建的 我们可以将这个代码仓库 克隆到本地 那么我在这里呢 已经完成了克隆 同时在Visual Studio Code 已经打开了这个 代码仓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Kendra Docs Index 这个YAML文件 是一个CloudFormation模板 方便我们非常快速地 来构建YAML的Kendra索引 这里面定义了一系列的资源 包括了角色 索引 数据源等等 比较重要的两块 一个是索引 这正是我们构建的文档的 Kendra索引 这里有一个索引的名字 Docs Kendra Index 那么另一块非常重要的呢 是Kendra Docs DS 这个数据源 数据源用来指定数据 是从哪来文档在哪里 这些文档会被AWS服务 抓取并进行处理 最终将其索引存入Kendra 在这里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网络爬虫web crawler 来进行爬取 提供了站点的Signmark 当然了 它有另一种配置方式 是可以通过种子URL的方式来配置 那在这里 因为Kendra文档是支持Signmark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信息数据注入的方式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这里 使用不同的参数来进行配置 它也支持seed URL 我们在这里呢 就暂时不使用这个 种子URL的配置 我们遵从这个示例中的Signmark配置 这样呢就定义好了整个索引的数据的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到AWS的控制台 在这里呢 我进入了Kendra 如果大家在这个搜索栏 搜索Kendra 可以看到这部分的页面信息 如果大家没有配置支付方式呢 有可能这块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这也是根据我的实践 我确定这里是需要有效的支付方式的 点击indexes 可以看到这个空白的一个表格 当然如果大家曾经创建过 所以呢这里可能会有数据 那我们呢 并不会在这里手动的完成Kendra index的创建 我们会利用刚才所分享的 CloudFormation模板来快速的构建 Kendra index 因为其中我们也会用到网络爬虫 来爬取URL 也就是数据源 那我们现在来到CloudFormation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已经有了两个stack CloudFormation stack 我之前已经触发了两个三处操作 那可以不管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里 利用新的资源来创建一个新的stack 这里有个向导 可以使用设计器来创建模板 当模板已经就位呢 可以直接使用它 那我们就在这里上传失利中的那个模板 选择这个YAML 其实在这里它就会将这个模板上传到A3 那继续进行下一步 我们为它设设计这个名字 比如加Kindra 然后呢选择Kindra的版本 我们选择开发版本 然后下一步 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些更高级的设置 并且打一些标签等等 我们并没有一些特别的设置 就进入下一步 这里需要确认 这也是为它进行一个授权 确认以后呢可以提交 大家可以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所有构建的进程 现在呢已经进入 这里有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大家可以通过不断刷新 看看它整个构建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会花10到15分钟 那我们就稍事休息 等这边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回来 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CloudFormation的事件堆列这里 可以看到整个stack的创建已经完成 它花了大约12分钟 完成了整个资源的创建 那我们如果点击Kindra Dox 2023这个stack 其中resources这个type 可以看到它创建的一系列资源 那最关键是哪一个呢 Docs Kendra Index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创建的Kindra Index 这个ID是我们在后面代码中会用的 我们将它拷贝一下 后面会用到它 这就完成了Kindra Index的索引的创建 当我们完成了索引的创建 接下来就可以在程序中开始使用它 第一个类型呢是ZRI应用 也就是命令行的使用 我们通过AWS示例中的一个例子 来看看如何使用我们刚才创建的Kindra Index 我们回到这个AWS samples这个代码仓库 在这里呢代码仓库里面提供了一系列的python脚本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分配以Kindra chat和Kindra retriever来作为前缀的一系列脚本 我们在今天呢使用的是OpenAI的大模型 所以在脚本的使用上我们选择Kindra chat OpenAI 或者Kindra retriever OpenAI 在这个脚本的执行前 大家需要做一些环境变量的设置 包括Python包的安装 在这个代码仓库中有一个requirements txt 这个就是Python包的依赖 我们可以通过PIP install 快速的安装 另一种方式呢可以使用Kindra 使用Kindra这里提供了Environment YAML配置文件 大家利用它来创建环境就行 接下来就是环境变量的设置 环境变量呢 我们根据自己所使用的大模型会有不同的变量设置 今天我们只使用OpenAI的模型 因此呢是三个环境变量需要配置 分别是AWS Vision Kindra Index ID和OpenAI API Key 前两个是在其他的模型使用中都需要配置的 那如果我们使用不同模型 需要选择对应的环境变量来设置 好吧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本地的代码仓库 在这里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env.example 来管理环境变量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命令上去设置 我们通过.env的机制来加载 我们需要三个环境变量 AWS Region Kindra Index ID和OpenAI API Key Kindra Index ID刚才我们已经拷贝了 我们可以加粘贴到.env 文件中 那Region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CloudFormation这里 在右上角这里选择自己所使用的Region 我现在使用的是US East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配置来选择 最后就是OpenAI的API Key 那准备好一个.env文件呢 我们还需要使用它 因此 在我们即将演示的Kindra Retriever OpenAI Python脚本当中 我们用到了load.env函数 来加载.env文件 相应的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Python.env这个包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做的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改动 好处是我就不再需要再面临行去指定那些环境变量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脚本究竟做了些什么 它利用了Lanchion框架 Lanchion框架为我们提供了AmazonKindra Retriever 这个数据获取或者是读取器 它基于KindraIndexID和Region去读取 索引数据 基于一个提示词模板 来构建提示词提问 模板中呢 那我们可以简单看看它究竟是如何编写的 有一个context 然后有一个问题question question就是用户的提问 context是基于KindraIndex进行查询 基于用户的提问来得到最相关的文本和数据和段落 将这些数据呢作为context嵌入提示词 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非常的简单 那在这里就创建了Retriever QA链 但这个链中用的是stuff这种类型 构建链以后就可以提问了 我们提的问题非常简单 What is Kendra 在执行过程中会基于这个问题 先去查询KindraIndex 相关性最高的文本段落就会返回 基于这些段落和文本 再向大模型提问 模型给到我们一个高质量的回答 现在我们再执行一下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我们所要执行的呢就是这个 Kindra Retriever OpenAI这个脚本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它的回答 Amazon Kendra is a highly scalable enterprise-grade search service 还给到了三个数据员或者是信息员 分别来自这三个链接 首先是What is Kendra security 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以及在程序执行上能够给到我们的效果 这是命令行 希望这部分内容呢也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够了解到如何使用Kindra 来构建这么一个问答的聊天机器人 最后我们在web应用中来演示如何使用KindraIndex 我们所使用的是Streamlet 因此这是一个Streamlet的应用 这个应用是来自于AWS sample当中的一个小脚本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现在回到代码仓库 在这个代码仓库当中 还有一个up.py脚本 这个脚本呢就是一个Streamlet应用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对这个脚本的内容在做介绍 它的工作机制与Kindra Retriever OpenAI脚本非常类似 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web应用 同时呢它提供了大模型供应上的映射 允许我们执行或支持多种模型 我们只需要在启动程序的时候指定就好 同样在这里我做了微小的改动 我使用了load.env函数来加载.env文件 加载环境变量 那在这里我们马上就可以执行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 运行方式呢是Streamlet run up.py 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参数 这也是程序与约定的参数 模型的名称 我们用的是openAI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动它 大家可以看到在启动以后呢 自动打开了一个web页面 在这个页面中就可以与模型进行交互了 同样我们来问what is Kendra 这个时候程序就会与Kindra index进行交互 获取最相关的数据 并与大模型进行交互 在这里它给到了我们刚才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 还有一个下达框可以看到信息源 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提问 如何使用Kindra 这个过程与刚才一样 他告诉我们Kindra是一个搜索和分析服务 他提供了matrix 此外呢Kindra还提供了可视化的仪表盘 我们再来问一下how is Kendra charged Kindra是如何计费的 他告诉我们是根据这个使用 还有创建的所有的数量文档 扫买的文档同步文档和查询的数量来计费的 他也给到了我们现在免费使用 amazonKindra的这个套餐 免费套餐的情况 750小时头30天 那当我们有一些私有的数据 需要较高安全性隐私性的数据时 就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构建了解机器人 我们可以将数据安全的放在AWSS3的bucket 这样呢既保在安全性 他又能够被Kindra所使用创建所引 这样当我们进行用户的提问时 可以基于这些私有数据企业数据进行问答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呢从端到端来介绍了如何创建Kindra index 如何在程序中使用它 可以看到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并没有去做任何文档的拆分 没有做任何向量化 也没有向量数据的存储 我们所持有的都是原始的文本数据 那这些数据只需要交给Kindra 交给CloudFormation 来帮助我们创建Kindra所引 在程序中我们只需要使用Kindra index 就可以完成相关性的查询 找到最相关的数据 使用AWS的好处在于 我们还可以安全可靠的存放私有数据 企业数据在A3 这样既确保了安全性可靠性 同时呢又能够充分利用AWS的高可用性和高性能 帮助我们构建跟非常强大的企业级的AI应用 好吧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同学呢 请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 同学们 拜拜